哈喽 所有的家人们都在问我 就是对于我自己没有翅膀 平时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哈 尤其是脱裤子 那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把这个牛仔裤脱下来的 好不好 开始了啊 在生活中呢 我相信就是 哎呦 办法总比困难要多 它是两个扣子的 家里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我利用的东西 那现在扣子解开了 我要想办法把它扎掉 你们想来 其实生活中真的有太多的困难了 但是我们要学会去克服它 天呐 今天这个拉链好能弄啊 哎呦 我要找一个 鲜的东西 我看这里 我会到处去想办法 把它一点一点的往下滑 哎呦我的妈呀 好难啊 但是还是会坚持 坚持就是上运吧 我说那边这个扣子有关系 我这个扣子 被挂住了 我让它弄开 啊这样就好那么多了 啊 我弄了半天 终于快把它弄下来了 啊 它在想 看 弄下来了 那现在 我要想办法 把它往下刮一点 或者说 皮手不降 就是了 还是挺困难的就是吧 但是每一件事情 不要去坚持 要去克服 你们知道对不对 佩佩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家人们 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 鼓励 我会继续努力的 敌力前行 啊终于把他 扣下来了 成功的 把这个扣子扣下来了 这就是 没有人帮我的时候 我自己 必须要求 我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 我知道 生活中很多人会帮我 包括家人 但是 因为要接受 没有人的时候 所以尽量 我们去克服 一些 加油